黃偉德收錢不辦事 我當然必須善盡查證的責任 當我在議會質詢 黃市長有沒有引驗市長是所有 所以我今天要把整個事情的 跟大家做一個說明跟報告 人在做 天在看 頭枝不然在嘴氣 做菜不然不會過鄉立 這整個鄰居塔案相當的簡單 可是有人要把它搞成很複雜 在2019年7月的時候 他就已經拿到完工證明了 那要向台南市政府申請變更設置人 就是房子 你買的房子 我賣給你房子 你要使用這個房子 最後台南市政府設計了一張對照表 當你要使用這個房子的時候 你還要經過我的同意 這就是台南市政府設計出來 協調會無效 為什麼要在餐廳飲宴 9月27號 2020年的9月27號 李議員通知他們對接的許慶福 約好黃市長了 在神田日本料理用餐 明天要用餐 今天跟你告知 9月28 黃偉哲市長來到了神田日本料理 短短短做了20分鐘 所以後來 他要離開 他說我還有行程 那今天這個套餐就先幫我打包了 最後離開的時候 李議員啊 你再另外找一個可以詳談的地方 時間和地點 你再另外一個就是神田宴 三天以後 就是中秋節 也是前一天 9月30日 李議員 又告訴許慶福 明天有一個陶山宴 約好了 在陶山 大家都如期 到了陶山 要上菜的時候 黃市長說萬聶萬聶 我還有一個好朋友 大家等一下 原本只到了五個人 最好等一個 等了20分鐘 陳律師到了 我在議會執行的時候 我也說了 有沒有陶山飲宴 他說我不記得 飲宴很多 我說陳律師在場 我還沒有提到他的大名 市長就跟我講 有 就是陶山宴 那這個陶山宴就更緊張了 陶山宴竟然 把這個根本不需要 台南市議會審核的案子 他說 要等到議會結束以後 才發放 這整個 這個案子 在這邊 就有談到錢 就有所會的行動 但是 有時候 拜託 我 會 我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